而今夜的最新消息还要来关心的就是在灾区有很多的物资还是没有办法进入 而有在地的餐车业者就连夜找来了商家准备食材 在下午的时候来到泰鲁阁的前进指挥中心 提供炒泡面以及甜不辣等等的轻食 来想办法让搜救人员都能够填饱肚子 暖心的举动也让民众竖起大拇指 大批搜救人员刚结束泰鲁阁的救援勤务 意外看到热心餐车老板准备的甜不辣跟炒泡面 满脸惊喜准备收席片刻补充体力继续搜救 大把的高丽菜以及甜不辣通通放上铁板香气四溢 老板大气表示要让所有搜救人员都能吃饱用料毫不手软 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吃饱吃热食 那所以我们用最快的方式就是用炒泡面 跟我们在地商家提供的甜不辣 那这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方式 那当然还有就是冰的饮料 餐车老板在得知华联各处都受到强症影响 断圆残壁需要救援 就义不容辞连夜招了在地商家帮忙准备食材 四号下午三点多来到位在太鲁阁的指挥中心 让所有搜救人员能填饱肚子 其实上一次0206那个云顶我们其实也有去 那因为毕竟这一次第一路断了 其实很多物质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进来 那我们既然身为在地餐车行动餐车 当然就是可以很快的采取行动 餐车老板一下午辛苦送餐 晚餐时间搜救人员也帮忙准备了便当 你送我点心我给你餐点台湾最美的风景 在强振后的灾区再度体现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